把郭董变成郭总统 这六位三十多岁脸书小编 全力发工 郭台铭脸书粉丝团 在今年1月31日成立 才短短三个多月 就把这块原地弄得有够热闹 发文让郭董成为超级业务员卖水果 还可以让他变成顾佳的好爸爸 当然烦起脸骂人也是少不了的 这群管理脸书的小编们 可以说是能闻能悟 团队成员才六个人 年龄都在三十多岁 幕后领头的就是他刘又彤 为了要忠实传达郭董的个人想法 也想把郭总裁这个角色 顺利转换成郭候选人 他领头带着永龄基金会的同事 义无反顾来支援 大家就跟我讲为什么被推坑呢 是因为大家说 我觉得你的八字可能比较硬吧 就是我们没有人八字这么重 可以去帮他写脸书这样 我觉得每天我现在就是在经过一段奇幻之旅 刘又彤笑说接下任务有点惊奇 后续为了打选战 他说还会再请一些年轻人加入 光这样的信我们真的收了 我觉得二三十分有 而且还会附上他们的作品 现在其实也有几位就是也都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来的 最近真的他们都帮上了蛮大的忙 不然的话其实真的我是比较难说在这么多的领域里面都可以去理解 谈到小编们的工作其实挑战还真不小 因为郭董很爱长篇大论让他们好头痛 他也要问问说这个是不是有市场的东西 因为他常常想要po的东西都很难 有一次他说他要po什么5G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那个po上去应该没有人 我应该会掉分 没有任何按赞数 因为太难了没有人知道你在讲什么 那天他在谈那个民主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小编也是一直不断的建议他跟他讲说 你看这个长篇大论 你要不要把它缩减到是不是两百字 或者说你是不是能够在这上面 我们是不是再多加一些图啊 很生动啊两句就一张图啊 这样人家比较懂我们这样讲什么啊这样 他就还蛮坚持说要整段的录出 他也在尝试着跟大家沟通的方式 那当然我们也会跟他讲说 是不是以后就来开直播好啊 你就不用写啊 你不用那个啊 你就直接讲啊 那我觉得他也在考虑这些方式 现在每天在晚上十点多十一点 郭董都会和刘又彤讨论 可以po出什么样的文章 虽然辛苦 但他也意外发现 原来自己的老板有这样柔情的一面 就是我忽然发现原来董事长会说 对不起谢谢你之类的 因为他直接在跟我讯息对话上面 他会直接写谢谢Terry 然后Sorry 然后没看到讯息之类的 所以我都会有一种 这个很惊吓的感觉 这方面的相处倒是 忽然发现说他有那种很 就是很平易近人的一面啊 他还会产生贴图 这件事情是比较妙 然后他有一系列的关公贴图 我就不知道谁帮他找的 选战才要开跑 刘又彤说 会和小编们继续努力 让更多的人理解郭董 你知道郭董会有郭董的风格吗 就是我觉得他总是就是希望说 很多事情不是三言两语的 一种打太极式的回答 他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挺认真的 到底要到什么样的人能理解 是七岁的小孩能理解 还是三十岁的大人能理解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拿捏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小编们未来的挑战吧 今天从一个郭总裁迈向一个郭选举人的道路上面 你知道我们必须给他最有力的支持 这个大概就是郭小编的真心话 今天刚刚做完活动 一定要马上看一下苹果新闻网 帮我拍桃报看 我看得到 我看得到 新闻你看得到吗 你没加入会员怎么看得到呢 不要太羡慕我 我看得到 加入好朋友会员 只要用脸书或是Google帐号就你一键注册 也可以用电话或email注册 现实免费 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